接下來,大家將會見到真實出現在美國的神秘生物,蜥蜴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Professor Papa 蜥蜴人是美國最廣為人知的神秘生物 牠曾經多次襲擊人類 首次目擊蜥蜴人的事件是發生於1988年6月29日 當日凌晨2點,南卡羅來納州小鎮Bicheville 一個17歲男生Christopher Davis 在回家那程,車突然爆胎 於是,牠停拍在一個沼澤附近的道路上更換 當牠剛換好準備上車離開的時候 突然聽到身後的荒野傳來巨大的噪音 Davis馬上轉頭,牠見到距離大約20米的位置 有一個不明生物以極快速度向牠跑過來 這個半人半獸的怪物身高達2米 全身掌滿暗綠色的鱗片 而且牠每一隻手只有三隻手指 上面是有右長右尖的黑色利爪 身後還掌有一條2米長的尾巴 Davis馬上開車逃離現場 正當牠以為安全的時候 車頂突然傳來敲打聲 原來隻怪物跳了上來 於是Davis左右扭軚 幾經辛苦才拼開了隻怪物 回到家的車庫之後 Davis發現汽車的側鏡已經被破壞了 在車身的其他位置都發現到利爪造成的刮痕 半個月之後,他在父親的陪同下 去到當地的警局報案 警方對Davis的汽車進行了檢驗 證實車身的刮痕是真的 他們也去到案發的沼澤一帶調查 不單只發現停泊在那裡的車輛 很多都有類似的刮痕 還找到了2個疑似在怪物留下的不明腳印 事件經由當地電台報道 差不多全美國都知道蜥蜴人出沒的傳說 因此吸引了不少希望親眼目睹蜥蜴人的遊客 來到這個本來直直無名的小鎮 由於有人員搶了100萬美金去捕捉這個怪物 因此遊客中還混集了很多賞金獵人 在之後的日子 蜥蜴人都曾經多次在南卡羅來納州出沒 以至到州政府的緊急應變部門 官方Twitter都曾經半開玩笑地說 要大家小心蜥蜴人活躍的時間 美國蜥蜴人的都市傳說 還有很多非常有趣的目擊事件 之後我會再做影片跟大家講解 現在我會做更多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 記得嗎 應該記得按做影片 那為什麼只會看到 palms戰鬥